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你们的网络朋友幼子先生 这一期我们来玩这个Toy Story 2 Buzz Light Year 2的Rescue 玩具总动员2 拯救巴士光年 游戏内大量的loading等待画面 重复画面 存档画面 我全部都进行了剪辑和快转的处理 所以可以愉快的和我一起体验整个游戏的通关过程 喜欢老游戏的朋友可以订阅我 每周二上午11点45分 会准时更新一些PS1 PSP或者PS3的游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Buz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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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 casual Buz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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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第一关我们会从安迪的房间开始 这个房间其实可以直接跳过 里面都只是一些基础的教学而已 没什么特殊的物品要收集 这一款游戏比较特别的点是 通关的方式比较自由 只要收集到一个Pizza Planet的宣章 就可以通关了 每一关都会存在着五个可以获得宣章的任务 你可以选择在完成一个任务之后就离开这一关 也可以选择完成五个任务之后才离开这一关 只不过如果要玩到最后一关 第十五关 需要收集到四十个勋章来解锁 所以在前面比较容易的关卡 我们就尽量完成所有的任务 尽可能的多收集勋章 第一关的五个任务分别是 收集五只羊 收集五十个金币 寻找隐藏起来的勋章 打倒小Boss 以及和玩具遥控车赛跑 这一关也有一个土豆先生的零件需要收集 勋章可以不用每一关都收集完 但是土豆先生的零件一定要完成 因为完成之后可以解锁一些道具 这些道具在整个游戏里面都会用得到 在阁楼上的这个机器人 就是这一关的小Boss 要打倒他的方式也很简单 只要一直绕圈 他跑着跑着就会断电一下 这时候就是我们攻击的机会了 挤满气的雷射 只要射他三次就赢了 这一期游戏的影片 影片会比较偏攻略风格 直接剪辑 直接显示那些要收集的东西都在哪个位置 不然那些失败的画面太多 太长也太久了 同样的地方重复跳就是跳不上去 在地图里跑来跑去 找不到想要的东西 还有收集金币的过程等等 我都全部剪辑掉了 在测库我们就可以找到玩具摇空车 碰他一下就会开始赛跑 我们可以用身体去挡他 防止他超越我们 他只要撞到我们就会停一下 第一关剪辑的没有很顺 有一些流程戒不起来 第一关之后就没有这种问题了 每一次吃到勋章之后 最好停止一下操作 因为游戏会跳出一个选项来 让我们选 是要继续在这一关玩呢 还是要离开这一关 不然就会像这边一样很靠扁 手快了 就不小心离开了这一关 收集到一半的东西 又要重新回来收集过 只要按到就真的是会骂脏话 这一关呢 五只小羊分别是在 阁楼的最上面 测库的最上面 上面 客廳 土豆先生的零件也在客廳 就在這邊而已 在地下室呢就可以遇到土豆先生了 把零件交給他之後就會解鎖這個防護罩 不然腳踩到這些綠色的液體是會掉生命值的 地下室也存在著一隻小羊 還有隱藏的勳章 這遊戲比較友善的地方就是 即使在很高的地方掉下去 也不會扣生命值 沒有時間到失去 uuuh huh hmm ha 哇 就是这边捡到勋章之后又不小心按到离开游戏了 最后一只小羊会在厨房里 厨房的最上面 小羊的主人也在厨房里面 五只小羊都收集齐了之后就交回给他们的主人吧 就这样第一关完整的收集了五个勋章 小羊都收集齐了之后 不可能叫我自己的朋友 如果我能够做一样的 所以谁跟我 I'm packing you an extra pair of shoes and your angry eyes, just in case. This is for Woody, when you find him. All right, but I don't think it'll mean the same coming to me. Mr. Buzz Lightyear, you just gotta save my pal, Woody. I'll do my best, son. Okay, fellas, let's roll. Gerodemo! You'd think with all my video game experience,I'd be feeling more prepared. My dear Dad! We'll be back before Andy gets home. Don't talk to any toy you don't know! To Elle's Toy Barn and beyond! We'll be bac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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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ll find his group for weapons. We'll find voguion. 玩具遙控車 第一隻小兵會躲在 這些螞蟻洞裡 必須要跟著提示 一個一個去踩 把所有的洞都踩冒煙之後 躲在洞裡的小兵 就會被逼著出來了 既然大家可以越至今 最後到ossing 溫色的是 都趕剛過來 疲値 來吧 去試試試看 。 更好 特急 这一关我们就先完成四个任务就好了 目前我们是没有办法跑赢这个玩具遥控车 需要在后期的关卡解锁一双喷射鞋才可以跑赢它 没有双喷射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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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士兵就在晒衣服的这一边 我们需要躲开所有的衣物去到篮子里面才可以救它 第三个小兵就在鞦韆的这里 我们也可以看到它发射出来的烟火 第四个小兵还有小boss都躲在树的最上面 而且小兵的颜色和树叶的颜色一样又很小字 如果没有看到烟火的话都不知道它躲在这里 这边本来想上去挑战boss了 不过不小心掉下去了 于是就犹豫了一下 决定去完成其他任务之后最后才来挑战boss 在这个游泳池的区域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鸭子游泳圈 我们先把它冲去 冲好去了之后呢 可以往它的身上跳 它的上面就有着一个隐藏宣章 最后的一个小兵也是在这个区域内 然后敌人必须在绿色的格子里面 我们才可以对它进行射击 如果没看到格子的话 就代表敌人在射程外 怎么射也无法造成伤害 PS1很多射击游戏在瞄准敌人的时候 方向键都是反的 按下的时候会往上秒 按上的时候会往下秒 没有时间去购乱 没时间去购乱 最后一个小兵也收集到了 然后我就把爬树的过程给剪辑掉了 直接进入树顶的BOSS战 扎克天王造型的纷争 飘来飘去的时候都是可以攻击大的死机 只需要在他旋转的时候小心就好了 不然很容易被他推下去 又要重新爬上来 最后就是叫任务了 第三关是纯粹的BOSS战 只需要不断避开飞机的攻击 然后在侧面射他就好了 每三关都会有一次BOSS战 赢了之后呢就会播放动画片段 一直在打电话 非常危险 虽然 最后人被人远 起来 宫战 没有 我 到 是 还有 眼前 その 最后 我 我 我的 见 我 哇 寶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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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I'm never going to defeat Zerg! Sure you will, Rex. In fact, you're a better buzz than I am. But look at my little arms. I can't press the fire button and jump at the same time. All right, nobody look till I get my cork back in. Good work, men. Two blocks down and only 19 more to go. What? 19? Gee, are you going to do this all night? My parts are killing me. Come on, fellas. Did Woody give up when Zid had me strapped to a rocket? No. No. And did he give up when you threw him out of the back of that moving van? Oh, you had to bring that up. No, he didn't. We have a friend in need. We will not rest until he's safe in Andy's room. Now let's move out. 第四關是工地 需要完成的任務有 收集五個小工人 收集五十個金幣 尋找隱藏起來的勋章 搭到小boss 以及完成 拉長狗的限時挑戰 還有尋找土豆先生的零件 第一個小工人和隱藏起來的勋章 就在這個房間裡 進去 進去 有 我 有 有 有 沒有 墙上有着三个颜色的海报 分别是紫色、橙色和绿色 我们需要使用黄色、蓝色和红色来调成相应的颜色 再把油气筒推到正确的位置 三个都完成之后就可以获得勋章了 三个都完成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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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个都完成之后 三个都完成之后 蜡蛞狗的挑战是 只有這一個是有良性的 其他的都超級難 登火 完成了他的挑戰之後呢 我們就要往工地上面爬了 必須要靠這一台車才可以爬上去 有一個小功能也會躲在這車裡面 我們在爬樓層的時候 然後 要小心這些發燙的螺絲 不然被砸到的話 很容易會掉下去 又要重新爬上來 第三個小功能也收集到了 每一層都會存在著這個開關 只要把它壓下去激活之後 掉下去也不怕了 角落會開啟一個電梯 會把我們送到同一層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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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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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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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我们捡到了土豆先生的零件 就不先往上爬了 必须先去找土豆先生解锁新武器 最终飞碟 因为只有这个武器才有办法伤害到顶楼的boss 爬上顶楼之后呢也先别去激活boss 先去旁边的角落收集第四个小功能 然后采取挑战boss 最后就是收集50个金币和交任务了 最后一个小功能就在金币柱的附近而已 这一关也是这一集的尾声啦 这一集就玩到这里 我们下期继续 喜欢老游戏的朋友可以订阅一下我 每周二上午11点45分准时更新老游戏的影片 游戏以外的影片会在星期五不定时更新 有多出来的时间就会去拍 应该都是关于自己的理财方式 投资记录 摄影 以及一些关于新加坡的东西吧 留言一下你有没有被这游戏看过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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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ỏi 小青 公偿 看到了 21 sabemos OB 了 2 3 3 5 5 7 10 优优独播剧場 优优独播剧場 优优独播剧場